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影《恶梦娃娃屋》是导演巴斯卡·劳吉哈的最新立作 而导演最耳熟能详的电影是《极限 残杀练狱》 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胆识感看啦 我们先不针对《恶梦娃娃屋》的剧情 先来聊聊官后的感想吧 这是一部既美丽又残忍的电影 一开始看预告充满着悬疑灵异的气氛 还以为会有驱魔的桥段 里面的主角姐妹被开着糖果车的怪人囚禁 而她们也被打扮成甜美可人的洋娃娃 并且被各种暴力变态的手段对待着 把美丽跟丑陋摆在一起意外的对称 电影中使用很多梦境的手法 来切换妹妹想象中的世界 与现实之间 让人一下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 一下子又跌入地狱 与她们一同面对恐惧 印象很深刻的是电影里面 有一段是姐妹尝试着逃跑 应该是很害怕慌张的逃跑 但是音乐却很美妙 搭配着慢动作 在夕阳与会下 奔跑的她们显得很青春 而青春不就是不受限制吗 意外的讽刺 剧情一波三则 非常喜欢她所安排的反高潮 虽然是经典元素了 但是比起单纯的虐杀电影 一定有更多层次的感受 嗯... 是更多层次的惊吓 我要推荐这部电影给喜欢恐怖跟惊悚的你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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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